蘇永卿先生、蘇教授 你剛說你想多說幾句話 是,謝謝 好像是今天你沒有暢手藝言 沒有多說幾句話 我現在會給你相當充分的時間說話 那麼一週刊在今年的九月二號 有對你提出一個爆料 披露 說你在首長NCC主委任內 沒有利益迴避法的這個說 你過去申請國科會研究計畫 不是在擔任公職之前 就是卸任公職之後 從未利用首長身份爭取 絕無部分媒體報導自衛這個情勢 有沒有說過這個話 是 有說這個話 是 你在NCC NCC的這個主委的任期是從民國九十五年 二月二號二月二十二號一直擔任到民國九十七年的七月三十一號 這是不是事實 是 好 你在 國科會 的申請案件 這邊 國科會的資料顯示 是蘇永青 是蘇永青 計畫的主持人 那麼 計畫的名稱是尋找民法典的新典範為期這個是三年 那麼執行的時間是從二零零八 也就是說九十七年的八月一號一直到二零一年的七月三十一號 核定的總金額高達四百四十萬一千元 九十七年度 也就是說二零零八那個年度 那麼啊 核定的這個金額啊 是一百四十六萬三千元 這個是不是 是 好 那麼請你告訴我 你在二零零八年的七月三十一號 才離開NCC主委的這個職位 你的執行計畫 核可的執行計畫 是在同年的隔天 也就是八月一號 二零零八年的七月三十一號離職 二零零八年的隔天八月一號 這個計畫就開始執行 請問你 所說的 在這個 過去申請國科會研究計畫 不是在擔任公子之前 就是在卸任公子之後 從未利用首長身分爭取 你如何解釋 我可以有超三分鐘的回答嗎 請講 第一個到目前為止 對於學者戒掉這個行政機關 他可不可以申請計畫來延續 是基於戒掉的精神 他還是屬於學者身份 來延續這點到現在為止 我們的法律是沒有任何規定 基本上都是許可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自己因為擔任主委 以及之前擔任副主委 這期間我認為不宜 所以我都沒有申請 那第三點 您指教的這個 八十 哪一年 這個九十七年 八月一號開始這個計畫 到今天還沒有結束 這個計畫申請的時間 固然是在NCC 我還在任職的期間 請你再重述一下 你申請時間 這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你申請時間是在 是在 我還沒有離開NCC的 但是我想 你還在任NCC的主委任內 我還有 是不是這個樣子 我還有一分鐘 我剛剛已經講了 在那個期間 其實我們在NCC 跟委員也有接觸 我剛剛請教過你 說你對外公開澄清 重點是執行 你過去申請國科會研究計畫 不是在擔任公子之前 就是在卸任之後 我可不可以利用 你給我三分鐘 這句話 有沒有 有沒有剛剛你說的 你NCC主委任內 就申請了國科會 這四百多萬的 這個研究計畫 我還有 有或是沒有 你剛剛 剛剛說 有或是沒有 執行期間的開始 你不要跟我講 執行期間 現在 我們要去擬清楚 你的國科會 四百多萬這個case 是不是在你NCC 主委任內 申請的嘛 是 那你為什麼要對外公開說謊呢 我沒有說謊 他的指引期間 我來說明 我過去申請國科會研究計畫 不是在擔任公子之前 就是在卸任公子之後 你公開說謊 你現在還在這邊硬 說沒有公開說謊 我沒有以公職的身份 來執行任何國科會計畫 我想 李委員 你可能要了解一件事情 在民國九十七年 我們依照大法官解釋 推動 把那個法律修改 我們在二月的時候 就確定了 離開的時間 就是法院 先生 我再提醒你 公職人員利益回避 衝突回避法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回避法 裡面明定的 第六條 公職人員 知有利益衝突者 應及自行回避 第七條 公職人員不得 假借職務上之權利 機會或方法 除其本人 或是關係人之利益 那麼 如果有這個情勢的話 是要追剿 而且要處罰 我非常清楚 我沒有這個情勢 你知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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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NCC的主委任內 去申請這個研究計畫 有利益回避的問題 我確認 那是在我離職以後 在離職以前的申請 我確認 第一點 第二點 我申請的計畫 你是在離職之前申請 或是在離職之後申請 離職之前申請 但是離職之後還是 你申請的時候 有沒有利益回避的思考啊 沒有 為什麼沒有 能不能告訴我 完全沒有 我不知道我跟誰利益衝突 我離開我不是公職了 我是一個純粹的教員 我執行一個民法的計畫 硬拗啊 這個案子 我會 我並不希望 馬上移送監察院 請你拜託 請你立刻 馬上移送監察院 而且 啊 經過調查以後 違反利益 迴避法之後 那麼 我還會請特政組 啊 就相關違法的部分啊 要一併調查 請你立刻這樣做 我這個部分 不需要你任何的意見 我 既然 你已經承認 在NCC 主委任內 有 知迴避 而不迴避的情況 去申請了 一個四百多萬國規的計畫 我 當然要追剿 而且要處罰 啊 追剿 而且應該要送法辦 那麼 我現在要追究的 除了這個之外 我要問你 為什麼要說謊 我沒有說謊啊 那個都是寫在那裡頭 他包括那個報紙 就是一週刊 寫的時間 包括我這裡頭講的時間 我再重申一次 我再重述一下 我過去申請國科威研究計畫 不是在擔任公子之前 就是在卸任公子之後 你這個沒有說法 那全世界的人 我的意思很清楚 對我們的 我剛剛已經跟李委員說明了 我們在二月的時候 通過那個法案 就預見了 我們把最後事情處理完 八月一號離職 這事情都已經安排好了 那我的這個計畫 是以那個為其實點 這個計畫不是所有的學者 請你告訴我 都可以申請的 他必須在國中會 請你告訴我 為什麼你要公然說謊 我沒有公然說謊 如果公然說謊 你公然還明顯的說謊 你竟然還在這邊狡辯說我沒有說謊 我沒有跟你談任何 你自我明顯的說謊 什么宪法的主张啊 什么事改的这个问题 光一个人格的一个特质啊 如何让国人能够信任 你可以担任一个好的一个司法院的副院长呢 你要不要公开道歉 不需要 为什么 因为这个报道本身就不负责 所以我立刻发表一个澄清的声明 说得很清楚 在一个没有法律禁止的情况之下 我特意的在我自己担任公子期间 不做任何的申请 唯一您今天提到这个个案 是我已经在法律上预见 所以这个个案特例是例外 你的对外说明里面 在被爆料之后 对外的说明里面 也回避了对这个个案的说明 对不对 全篇的你的辩解 没有任何一个是对人家质疑 你利用NCC主委任内的这个职位 权势 然后去图自己的利益 去争取拿到国科会四百多万的研究计划 你一字不提 你一字不提 然后你只是说 我没有在公职任内提出申请 然后你在这边又公开说 我这样说也没有公开说法 你这个要叫我们如何审查下去啊 李委员啊 我可不可以请教你 什么叫做利益冲突 有没有利益冲突 你是不是拿出任何一个报告 有没有利益冲突 我跟你说过啦 你这个case我一定移送监察院 拜托 这个case一定送特征组 谢谢 问题是你的公开说法 你要在这边公开向国人道歉 我没有公开说法 如果说你连这个承认错误 公开道歉的勇气都没有 我真的是搞不懂你如何 未来在国民党的护航下去担任这个司法院的副院长 以后有那个勇气 有那个道德的勇气 去面对未来的这个政治上的权势啊 你连对自己都没有那个诚实 连一个对国民党道歉的勇气都没有 你公然说谎之后 孩子被硬啊 说我没有说谎 说我不需要道歉 我对一个错误的 不负责任的报道 把一个现在法律没有禁止的 普遍存在的现象 而我以一个特别自我意志的态度 在处理这个问题 做了一个曾经的说明 戒掉是在我们现在体制下不得已的一个制度 因为有一些独立行政机关需要专业借助学校 可是他仍然是个教授 所以他被要求持续做研究 这个是这个问题到今天 所以还不被认为违法 不涉及利益冲突的原因 我自我克制 在我担任主管的时候 我不申请 在我预见我要离开那天开始执行 所以那个时候才申请 我去申请 我的全部意思就写在这里 所有读过的人都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李委员你要做其他的解读 非常欢迎 你没有做其他解读啊 我没有利益双读 我只是就你说我在担任公职期间 绝对没有提出申请 这件事情 这就是您一直抓住的这句话 我已经刚刚说明了 不是我抓住这句话 是你自己这样子对国人这样子公开说明 但是我刚才 然后很清楚这句话 本身就是一个我话 我是就一个 我预见 你说谎 确定 我开始执行的时候离开公职 我不是为我这个公职 在公职期间去申请任何计划 这是非常清楚的事情 我能不能再 你要不要我再念一次啊 你请 李贤康到底是 请你念 出什么问题 我觉得你应该要为你自己对国人公然说谎这件事情 应该要多讲几句话嘛 我刚刚讲了 你要多讲几句话嘛 为什么你会去说 我申请国科卫的研究计划 绝对不在公职的这个任内 事实上你是在NCC的任内申请的这四百多万 特别有一个邀请 所以 他说对于研究 还在这边狡辩 研究有得到能够结束奖的学者 希望 如果说了 来申请这个杰出研究计划 这个计划所以金额那么大 是因为它需要有一定的条件 我没有跟你谈金额 我没有跟你谈其他的问题 我只问你几个问题而已 第一个你有没有申请在你公职任内 有 但是前提很清楚 你没有去做利益违避也有 你认为说这个没有利益违避的问题 我怎么样 这个不是你认定的 不要断章取义 这个不是你认定的 不要断章取义 我断了哪一个章取了哪一个义 我已经讲清楚 他没有在公职任内 去执行任何计划 在预见 不是你不知道 公然 不应该是别人的 我相当心 不应该是别人的 ث如今 人 不应该是别人的 似乎 在城 self 观点 不应该是 打开 那么 一分 没有 可能 不应该是 我 是